收盘不能跌破16350 记得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16350不能跌破收盘 不是半年线 16350 我再讲一次收盘不能跌破 欢迎收看标普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以哥 台北股市今天涨27点而已 其实在27点 是上个星期五的重挫之后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力 因为今天最高涨101点 我们来看家庭股价指数 今天最高来到16582点 来16582点 16582 16582 涨101点最高的地方出现在10点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这个几个关键数字大盘 第一个 收盘不能跌破16350 记得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16350不能跌破收盘 不是半年线 不是半年线 16350 我再讲一次收盘不能跌破 第二个 如果收盘能够站回到16600之上 那本来是16500 因为上个星期四大涨之后 让这个本来多方要能够站到 有力位置的这个点位 往上提了100点 所以16500是不够的 那就是这三个位置 16350跌破 大盘正式转弱 收盘 站回到16600之上 再来看 去挑战月线或甚至际线 因为月线或际线在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月线跟际线 月线跟际线 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 月线跟际线 看见了吧 死亡交叉嘛 这条月线 这条叫际线 我们讲 当他死亡交叉之后 今年的行情很奇怪 回溯到之前 在这里 时间拉大点给各位看 在这个位置 这里 这里 这个月线也死亡交叉 大概就落在5月16号 这一天5月16号 有没有看见 5月16号 所以从5月16号 月线死亡交叉 大盘竟然能够 涨了2000多点 从15550 涨了1746 463 涨了快2000点 涨了快2000点 那这一次能不能复制 我说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了现象 目前看起来 本来上礼拜五是一个绝佳机会的 在这个位置 可是礼拜五 又一根重挫下来 于是乎 这个整理的时间要拉长 这个整理的区间要拉长 但是没有关系 我也跟各位讲 最重要的是 16350收盘不能跌破 不是下方这条半年线 我们再强调一次 不要管半年线 不要管这条半年线 懂我意思吗 只要收盘跌破16350 就要小心 今年行情是蛮诡异的 好 那因为呢 最近这AI的股票 其实很多股票在修正 那我先跟大家讲 其实有些股票 它现在问题在于什么 AI贡献度不够的 或是股价已经反映 明年或甚至后年的 获利数字的 这些股票就会先修正 我们再讲慢一点 AI的贡献度 对公司整体营收 没有那么大的 也就是说 你AI可能只占5% 或甚至只占更少 那么AI虽然起来 但是你其他的项目掉下来 你没有办法去 cover你的获利 好 那这个部分 其实台积电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台积电之前相对弱势 因为你AI 你今年占台积电营收或获利数字的比重来讲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所以这一点导致说 其实AI 台积电是AI最承认的概念股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因为它贡献度不够 所以它相对弱势 这我们也都知道 那再来有些股票 像2308台达电 也是一样 这头部 很清楚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台达电它是电源供应器当中 台湾的龙头 它做电源供应器太多了 太多了 这已经不升美举了 所以真正的AI或是高毛利的 其实坦白来讲 我认为电源供应器的一个毛利率 没有这么高 你即便是AI的电源供应器毛利 我认为都不会说高得很夸张 所以台达电本身 它的项目这么多 那来自AI的贡献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它自然就先做头了 但不是代表它不好 而是它先涨之后 对不对 它慢慢慢慢的 当它股价去反映到 它实质上 今年或甚至年底 AI对它的营收的贡献度之后 它的股价自然就会止稳了 但是在那之前 其实股价已经先行回撤季线了 有没有看见 在这里就回撤季线了 而不是在这里 有很多强势股今天回撤季线 可是台达电 在上上星期就回撤季线了 所以这个头部基本上来讲 是很明确的 能不能碰 这个大家自己去做判断了 2301的光宝科也是一样 但是光宝科它是比较晚涨的 为什么 各位看一下 光宝科其实在今年的 应该这样讲 从6月份才开始涨 在这个地方才开始涨 这边才开始起涨 台达电其实先前已经涨一段 你有没有看见 这一段已经先涨了 那这个十字部分来讲是 2301的光宝科 你看光宝科前面都没有涨到 光宝科前面都没有涨到 对不对 都没有涨到 那2308 台达电有没有看见 从这里涨到这里来 涨了一段了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台达电先涨了 但光宝科因为它比较晚涨 所以它比较晚涨 所以在这里它比较晚 头部也要比较晚行程 但是在这里来讲 我觉得它还是算相对强势的 算相对强势的 那主要原因还是这样子 贡献度够不够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本益比太高 所以本益比太高就是 它这个股价现在已经反映到明年 或甚至后年的EPS了 那当然回档修正 自然就很正常了 像机壳像散热都是这样子 所以8210的情城我给你讲 没有错啦 你上半年赚2块3 可是你赚2块3 请问你 你股价把我249块钱 2块3 我给你今年我就算是2块3 我给你下半年 我们用64来 我们用46来比好了 上半年是下半年6 那你最多6块钱 那你6块钱你可以拉到 接近250块钱 那是几倍 250除以60多少 各位自己算算看就好 各位自己算算看就好 40几倍的本益比 那甚至 3930银帮嘛 这个也是最近来讲 就开始在修正本益比 这股票更夸张 涨到635块钱 但它不是不好 只是因为本益比拉得太快 本益比拉得太快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你现在你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在这里 其实很多人在这里 进来就被套了 这个区块 尤其在这个地方 如果当跌破在这个区块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 它在除息之前 甚至除息后 等于说除息后之后 今天一根黑黑都套牢 那很快的这个头部上面来讲 只要跌破这个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大上区位置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套牢卖压 所以问题是说 假设你是买在这里的人 你是买在这里的人 你在这里 你会不会先走一趟 你一定会先走一趟 因为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你说 这已经是有点小尖头了 所以你买在这里 我告诉你买在这里的人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开始调节一些了 然后急拉过程当中 你可能再调节 那当头部成型之后在这里 你是不可能买的 当然如果等回到这里来 假设你回到这里来 你回到这里来 当然是可以早买一点 可是这个地方是多少 这个地方是350 现在股价是多少 510 510到300还160几块钱 所以它是反映什么 过高的本益比 就不要去过度夸张它的基本面 因为你讲的基本面 那可能是后年 或甚至AI全面成熟之后 你所贡献的EPS 可是在这之前 你必须面临本益比过高的修正 所以坦白讲 或许你银帮情城 你明年后年 你可能有这个价位 可是你今年呢 你今年不见得值这个价钱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不见得值这个价钱 但是拉回呢 拉回就可以留意了 散热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很多啊 这个 旗宏啊 旗宏 旗宏的部分 但旗宏的部分来讲 因为它本身 上半年就赚6块钱 所以以现阶段来讲 它的本益比很明显的嘛 它的本益比就比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机壳这一块来讲 本益比要来得相对 要合理一点点 可是它还是修正 它还是修正嘛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股票我也跟各位讲过 华星光 当你从这个地方 从四十几块钱 涨到214块钱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你用热门看 这个地方叫不要头部 这绝对是头部了嘛 所以你反弹你要怎么走嘛 你要怎么做啊 我买到这里的人呢 我短线追到这里的人呢 请问你 我追到这里的人呢 这里的人呢 解套 那就算解套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卖压 各位有没有看见 这是主力融资啊 主力融资已经掉下来了 用融资买的主力已经出厂 各位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懂我的意思吗 它已经慢慢出了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跟各位讲过 我教大家 有没有 我说这两个区块 这两个区块被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主力出不了货 然后拉高 对不对 捷径之后 先出个大量 先卖一段 后来又被关 出不完 然后呢 捷径之后呢 又开始 所以这两段的行情 可以说主力都已经出货 我们再对照融资就好 各位你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融资就从这地方开始减 这就是所谓的主力融资 我现在教大家 真的 有的时候不要 冯金跟马良 傻傻的分不清楚 好 来 上礼拜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观光肋骨 不要一头热 你看今天的观光 来 三步 直接没有高点 直接给你跌停 上礼拜有反弹呢 有反弹呢 你去追 直接开低 你不走跌停 富野 有没有 有反弹呢 你不走 有啦 收盘有 开盘有一点点 大概差不多 不到一分钟 30秒 30秒可以 可以给你这个地方 在平板上面 没有的话跌停 那甚至什么 我们讲航空股就好 华航在破低 华航在破低 长荣航在破低 那你跟我讲说两岸的观光 开放这个路客200人 能够产生基地效果 那主要原因在于上个礼拜 AI开始出现震荡的时候呢 资金还乱窜 那你短线窜到观光 刚好又提 这个题材开放路客 这个开放路客 团客进来 每天2000人 那你要看人家 愿不愿意让他们来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上礼拜我讲 我说军工可以留意 有没有 起码军工来讲的话 符合现在 的上益 上益 上面的意思 所以你看 8033雷虎 今天还是很强 有没有 还是很强 对不对 保育今天还是很强 形态都一样 突破季限 但明天不要追了 因为这个地方突破季限了 这两支最强 当然 汉翔可以留意 长荣航泰 这2645创新高 可是你看创新高之后 留一个十字线 这个纯度 这个订单是最没有问题的 因为长荣航泰 他是修飞机 修谁的飞机 修长荣的飞机 那你两岸不管怎么样 你的飞机一定要修 所以他订单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当然先创新高 那当然再来就汉翔 2634汉翔 董事长说 今年营收没有天花板 那拭目以待 对不对 汉翔 这个西屯去汉翔路 以前的水南机场就在那里 水南机场就在这里 对不对 西屯去汉翔路 飞机制造零件维修 百分之百 所以你看这两个股票 其实不完全是所谓军工 他跟航空业的复苏是有一个关联的 所以汉翔在这里 我觉得汉翔在这里 这可以留意 但股本比较大 股本比较大 那另外来讲的话 宝衣的部分 这个雷虎 我们讲 你要注意义旗 740的义旗 这个搭配 雷虎 无人机的一个光学相机 那其次我讲你真的要注意什么 航太概念当中的风达科 因为风达科半年报一季赚赚赚去年上半年了嘛 我们看汉翔 你看汉翔 这营收都是两位数成长的 都两位数成长有没有 这个第二季1.38元 好那我们再看风达科 第二季赚2.36元 而且营收全部都两位数成长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 军工概念股来讲的话可以做 但是你必须要去胜选 那特别是明天 其实明天 基本上讲不太能够追价了 不太能够追价了 来 你看我们跟各位讲的顶天 有没有 过去带各位操作的顶天 从41块4 涨到731 涨到731 我跟你讲就不要碰了 为什么 被分盘交易啊 来 3306 有没有 被分盘交易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被分盘交易嘛 所以股价来讲 它是维持个相对强势 但是 但是 是维持相对强势 但是不要忘了 我跟各位讲过 它有流动性的问题 波若薇 我买完一根涨停 两天两支 三天三支 全部获利入带 爽赚出场 来你看看波若薇 3163 来 有没有 卖在这里 卖在这里 一根 两根 三根 连续三天上涨 卖掉 杀下来 反弹 不理它 再过来 这我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嘛 我已经把它爽赚出场放在口袋里面了 那重期 买完现买现赚涨停 隔天获利入带一趟 礼拜五打回来再买 有低我还要买 有低我还要再买 因为它是低档 相对低档的 见准 8月15号买 买完16就涨停 17获利入带 18再接回来 打下来再接 隔天又涨停 又获利入带 各位 请问你 这样的操作你满不满意 买完隔天涨停 第三天出掉 再打下来再买 再买之后隔天又涨停 第三天又获利出掉 打下来 来2421见准 来在哪里 2421 在哪里 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 看见没有 又下来了 对不对 买完 涨停 全部出掉 全部出掉 对不对 打下来再买 这里买完这里买完涨停 突破先出一趟 急跌买 隔天涨停 再创新高出掉 杀到这里来 三次的操作 太厉害了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我说在这里 这个行情不是不会做 不是不能做 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你要怎么做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你这边都没有跟到的 明天我要买什么 立刻报名 好不好 我带着你的手 带着你在这里 买进 明天的标的 没跟上的 打电话进来 立刻报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涨停板 欢迎收看标股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 以哥 台北股市今天涨27点而已 其实在27点 是上个星期五的 重挫之后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 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力 因为今天最高涨101点 我们来看家庭股价指数 今天最高来到16582点 来16582点 16582 16582 上101点 最高的地方 出现在10点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 这个几个关键数字 大盘 第一个 收盘不能跌破16350 记得把这个数字记下来 16350不能跌破 收盘 不是半年线 16350 我再讲一次 收盘不能跌破 第二个 如果收盘能够站回到16600之上 那本来是16500 因为上个星期四大涨之后 让这个本来多方 要能够站到有力位置的 这个点位 往上提了100点 所以16500是不够的 那就是这三个位置 16350跌破 大盘正式转弱 收盘 站回到16600之上 再来看 去挑战月线或甚至际线 因为月线或际线在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 这个地方 月线跟际线 死亡交叉 这条月线 这条叫际线 我们讲 当他死亡交叉之后 今年的行情很奇怪 回溯到之前 在这里 时间拉大点给各位看 在这个位置 这里 这里 这个月线也死亡交叉 大概就落在 5月16号 这一天 5月16号 有没有看见 所以从5月16号 月线死亡交叉 大盘竟然能够 涨了2000多点 从15550 涨到1746463 涨了快2000点 涨了快2000点 那这一次能不能复制 我说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的现象 目前看起来 本来上礼拜五 是一个绝佳机会的 在这个位置 可是礼拜五 又一根重挫下来 于是乎 这个整理的时间要拉长 这个整理的区间要拉长 但是没有关系 我也跟各位讲 最重要的是 16350收盘不能跌破 不是下方这条半年线 我们再强调一次 不要管半年线 不要管这条半年线 懂我意思吗 只要收盘跌破16350 就要小心 今年行情是蛮诡异的 好 那因为呢 最近这AI的股票 其实很多股票在修正 那我先跟大家讲 其实有些股票 它现在问题在于什么 AI贡献度不够的 或是股价已经反映 明年或甚至后年的 获利数字的 这些股票就会先修正 我们再讲慢一点 AI的贡献度对公司整体营收 没有那么大的 也就是说你AI可能只占5% 或甚至只占更少 那么AI虽然起来 但是你其他的项目掉下来 你没有办法去cover你的获利 那这个部分 其实台积电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台积电之前相对弱势 因为你AI 你今年占台积电营收或获利数字的比重来讲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所以这一点导致说 其实AI 台积电是AI最诚正的概念股 这点毋庸置疑 但是因为它贡献度不够 所以它相对弱势 中美都知道 那再来有些股票 像2308台达电 也是一样 这头部很清楚已经告诉你了 因为台达电 它是电源供应器当中 台湾的龙头 它做电源供应器太多了 太多了 这已经不升美举了 所以真正的AI 或是高毛利的 其实坦白来讲 我认为电源供应器 的一个毛利率 没有这么高 你即便是AI的 电源供应器毛利 我认为都不会说 高得很夸张 所以台达电本身 它的项目这么多 那来自AI的贡献 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它自然就先做头了 但不是代表它不好 而是它先涨之后 对不对 它慢慢慢慢的 当它股价去反映到 它实质上 今年或甚至年底 AI对它的营收的贡献度之后 它的股价自然就会持稳了 但是在那之前呢 其实股价已经先行回撤季线了 有没有看见 在这里就回撤季线了 而不是在这里 很多强势股今天回撤季线 可是台达电 在上上星期就回撤季线了 所以这个头部 基本上来讲是很明确的 能不能碰 这个大家自己去做判断了 2301的光宝科也是一样 但是光宝科 它是比较晚涨的 为什么 各位看一下光宝科其实在今年的 应该这样讲 从6月份才开始涨 在这边才开始起涨了 台达电其实先前已经涨一段 你有没有看见 这一段已经先涨了 那这个十字部分来讲是 2301的光宝科 你看光宝科前面都没有涨到 光宝科前面都没有涨到 对不对 都没有涨到 那2308 台达电有没有看见 从这里涨到这里来 涨了一段了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台达电先涨了 但光宝科应该比较晚涨 所以它比较晚涨 所以在这里它比较晚 头部也要比较晚行程 但是在这里来讲我觉得 它还是算相对强势的 算相对强势的 那主要原因还是这样子 贡献度够不够 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 本益比太高 所谓本益比太高就是 它 这个股价现在已经反映到明年 或甚至后年的EPS 那当然回档修正 自然就很正常了 像机壳像散热都是这样子 所以8210的行程 我跟你讲 没有错啦 你上半年赚2块3 可是你赚2块3 请问你 你股价把我249块钱 2块3 我给你今年我就算是2块3好 我给你下半年 我们用64来 我们用46来比好了 上半年4下半年6 那你最多6块钱 那你6块钱 你可以拉到 接近250块钱 那是几倍 250除以60多少 各位自己算算看就好 各位自己算算看就好 40几倍的本益比 那甚至3930银帮嘛 这个也是最近来讲 就开始在修正本益比的 这股票更夸张 涨到635块钱 但它不是不好 只是因为本益比拉得太快 本益比拉得太快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你现在你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在这里 其实很多人在这里 进来就被套了 这个区块 尤其在这个地方 如果当跌破在这个区块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 它在除息之前 甚至除息后 等于说除息后之后 今天一根黑K 都套牢 那很快的这个头部上面来讲 只要跌破这个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 这个大上区位置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套牢卖压 所以问题是说 假设你是买在这里的人 你是买在这里的人 你在这里 你会不会先走一趟 你一定会先走一趟 因为 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你说 这已经是有点小尖头了 所以你买在这里 我告诉你买在这里的人 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开始调节一些了 然后急拉过程当中 你可能再调节 那当头部成型之后在这里 你是不可能买的 当然如果等回到这里来 假设你回到这里来 你回到这里来 当然是可以找买点 可是这个地方是多少 这个地方是350 现在股价是多少 510 510到300 还160几块钱 所以它是反映什么 过高的本益比 就不要去过度夸张它的基本面 因为你讲的基本面 那可能是后年 或甚至AI全面成熟之后 所贡献的EPS 可是在这之前呢 你必须面临本益比过高的修正啊 所以坦白讲 或许你银帮情城 你明年后年 你可能有这个价位 可是你今年呢 你今年不见得值这个价钱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不见得值这个价钱 但是拉回呢 拉回就可以留意了 战略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很多啊 这个旗红啊 旗红旗红的部分 但旗红的部分来讲啊 因为它本身上半年就赚6块钱 所以以现阶段来讲 它的本益比很明显的嘛 它的本益比 就比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机壳这一块来讲 本益比要来的相对 要合理一点点 可是它还是修正 它还是修正嘛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股票我也跟各位讲过 华星光 当你从这个地方 从40几块钱 涨到214块钱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你用热门看 这个地方叫到头部 这绝对是头部了嘛 只是你反弹你要怎么走嘛 你要怎么做啊 我买到这里的人呢 我短线追到这里的人呢 请问你 我追到这里的人呢 这里的人呢 解套 那就算解套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卖压 各位有没有看见 这是主力融资啊 主力融资已经掉下来了耶 用融资 用融资买的主力已经出厂 各位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它已经慢慢出了 而且最重要一点 我跟各位讲过 我教大家 有没有 我说这两个区块 这两个区块是被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主力出不了货 然后拉高 对不对 解净之后先出个大量 先卖一段 后来又被关 出不完 然后呢 解净之后呢 又开始 所以这两段的行情 可以说主力都已经出货 我们再对照融资就好 各位你看一下 你看到没有 融资就从这地方开始减 这就是所谓的主力融资 我现在教大家 真的 有的时候不要冯金跟马良 傻傻的分不清楚 来 上礼拜我也跟各位讲 这个观光肋骨 不要一头热 你看今天的观光 来 三步 直接没有高点 直接给你跌停 上礼拜有反弹啊 有反弹啊 你去追 直接开低 你不走跌停 富也 有没有 有反弹啊 你不走 有啦 收盘有 开盘有一点点啦 大概差不多 不到一分钟 30秒啊 30秒可以 可以给你这个地方 在平板上面啦 没有的话跌停 那甚至什么 我们讲航空股就好 滑航在破低 滑航在破低 长荣航在破低 那你跟我讲说 两岸的观光 开放这个路客200人 能够产生基地效果 那主要原因在于 上个礼拜 AI开始出现震荡的时候呢 资金在乱窜 那你短线窜到观光 刚好又 这个题材 开放路客 这个开放路客 团客进来 每天2000人 那你要看人家 愿不愿意让他们来啊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上礼拜我讲 我说军工可以留意 有没有 起码军工来讲的话 符合现在的上意 上意 上面的意思啦 所以你看 8033雷虎 今天还是很强啊 有没有 还是很强啊 对不对 保育今天还是很强啊 形态都一样嘛 突破季线嘛 但明天不要追了 因为这个地方突破季线了 这两支最强 当然 汉翔可以留意啦 长荣航太 这2645创新高 可是你看创新高之后 留一个十字线 这个纯度 这个 这个订单是最没有问题的嘛 因为长荣航太 他是修飞机 修谁的飞机 修长荣的飞机嘛 那你两岸不管怎么样 你的飞机一定要修啊 所以他订单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当然先创新高啊 那当然再来就汉翔嘛 2634汉翔嘛 董事长说 今年营收没有天花板 那 拭目以待嘛 对不对 汉翔嘛 这个西屯路 西屯去汉翔路 以前那个水南机场就在那里啊 水南机场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西屯 西屯去汉翔路嘛 飞机制造零件维修嘛 百分之百嘛 所以你看这两个股票其实不完全是所谓军工 他跟航空业的复苏是有一个关联的 所以汉翔在这里 这可以留意 但股本比较大 股本比较大 那另外来讲的话 宝衣的部分 这个雷虎 我们讲 你要注意疫情 7402的疫情 这个搭配雷虎 无人机的一个光学相机 那其次我想你真的要注意什么 航太概念当中的风达科 因为风达科半天报一季赚赚赚去年上半年了嘛 我们看汉翔 你看汉翔 这营收都是两位数成长的 都两位数成长有没有 这个第二季1.38元 好 那我们再看风达科 第二季赚2.36元 而且营收全部都两位数成长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军工概念股来讲 可以做 但是你必须要去去胜选 那特别是明天 其实明天 基本上讲不太能够追价了 不太能够追价了 来 你看我们跟各位讲的顶天 有没有 过去带各位 操作的顶天 从41块4 涨到731 涨到731 我跟你讲就不要碰了 为什么 被分盘交易啊 来 3306 被分盘交易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被分盘交易嘛 所以股价来讲 他是维持个相对强势 但是 但是 是维持相对强势 但是 不要忘了 我跟各位讲过 他有流动性的问题 波若薇 我买了一根涨停 两天两支 三天三支 全部互利入带 爽赚出场 来 你看看波若薇 3163 来 有没有 卖在这里 卖在这里 一根 两根 三根 连续三天上涨 卖掉 杀下来 反弹 不理他 再过来 这我已经放在口袋里面了嘛 我已经把它爽赚出场 放在口袋里面了 那重期 买完 现买现赚涨停 隔天获利入带一趟 礼拜五打回来再买 有低我还要买 有低我还要再买 因为他是低档 相对低档的 见准 8月15号买 买完16就涨停 17获利入带 18再接回来 打下来再接 隔天又涨停 又获利入带 各位 请问你 这样的操作你满不满意 买完隔天涨停 第三天出掉 再打下来再买 再买之后隔天又涨停 第三天又获利出掉 打下来 来2421见准 来在哪里 2421 在哪里 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 看见没有 又下来了 对不对 买完 涨停 全部出掉 对不对 打下来再买 这里 买完 这里 买完 涨停 突破 先出一趟 急跌 买 隔天涨停 再创新高 出掉 扎到这里来 三次的操作 太厉害了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你这边都没有跟到的 明天我要买什么 立刻报名 好不好 我带着你的手 带着你在这里 买进 明天的标的 没跟上的 大家进来 立刻报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天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补投资风险